第四節疾動 畢竟 作詞書 名字幕防曼 名字幕防曼 讓我播出烏雲密封 諸死馬跡被我記錄 掃起潮落起起伏伏 世間萬物為我庇護 殺草毓衣 對手腳利 尖任安氣 令話暴慾 成間出惡 出江浮落 人員親仇 江湖道義 誒 走過刀傷活海龍塘狐血 黑黑風高我的光芒照亮了虎顏 真相的火焰在我腦海浮現 陰謀歸計無法左右我的主見 任我一早一世刀光盡陰現神通 儲暴安良為國為民我在下個夢 與你道不通把我傷不動 笑傲江湖像令狐中 讓我鬧天空像孫悟空 小龍虎毫無功 刀剪在我手無愧於天地 長生為我救守護江山反壁 衛下這大修煉在瀑布之下 瀑布是我鋪馬步屬我的部下 見舞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所說的就是你是我的女月郎 衛下這大修煉在瀑布之下 瀑布是我鋪馬步屬我的部下 見舞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所說的就是你是我的女月郎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大修 從今天起你正式成為我 北斗司一員 來 長下 北斗司是由睡仙人陳傳老祖 和太祖身邊第一世衛高手 苗清前輩聯手創立 因於皇城寺內只屬於天子管轄 專思天下詭異莫名之事 可是如果這北斗司是由陳團老祖 和那位苗清前輩共同創立的話 為何這裡只供奉了陳團老祖的領位 莫非那位苗清前輩現在還活著 陳團老祖是我司第一任防禦士 所以只供奉了他的牌位 我北斗司幹員除了朝廷親封的官職以外 皆有代號皆以興秀為名 陳團老祖乃是北斗司第一任動名興軍 官居防禦士 苗清前輩則是北斗司第一任引光興軍 官居副防禦士 而我二人是第二代正副防禦士 柳隨風本司文取興 開陽也另有歸名 開陽實為開陽興之稱號 本司除了你們四人以外 另有奎興 天書 天玄 天姬 天泉等幾人 分別在南北地方執行公務 等他們回來的時候 我再給你們介紹吧 姚光 今已通過本司考察 正式升你為軍巡辦官 賜姚光興之稱號 我北斗司人員 都別有名姓 姚光嘛 是個例外 他本名就叫曹姚光 是武姚光 姚光啊 即便你對令尊有諸多不滿 但這姓氏 血緣是無法改變的 姚光本名姚光 而姚光也是一方星宿之名 所以便賜號為姚光 你也是吉特殊的一個呀 我 你不知出身來歷 無名無姓 自幼以太歲為名 而太歲也本是一方星宿之名 我和冬明已經商量過了 等你經過我們的考察 便正式賜予你為 太歲興君之稱號 真是個好夢 一顆胸型的 你呀 真的要小心我了 小心犯這本太歲 我怕你呀 好了 又是你們兩個鬥嘴 這整個北斗司 只有你們的真名和稱號相合的 所以 希望你們以後 多加勤進一些 太歲呀 你剛剛加入我們北斗司 得需要有人帶一帶 多加訓練 才能執行公務 你們三個 誰願意帶領新人的 陰光前輩 我想讓開陽姐姐訓練我 可以嗎 我願意帶新人 陰光前輩 我都已經完成三次任務了 我有資格帶新人 你就讓我試試吧 好吧 既然姚光主動請英 帶新人的任務 就給姚光吧 開陽姐姐 開陽姐姐 這什麼指啊 從今天起 我 就是你的頂頭上子 叫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不是師父 我是大舌頭啊 師父 行吧 免理吧 想得到我們北斗司星君成好 首先要有過人的武功 我一個頂天立地的大男人 還怕你不成 好了沒 等一下 我還沒準備好 我再掃掃身 太帥 怎麼樣啊 小丫頭 你不是很厲害嗎 啊 就你這大雕蟲小技 還敢拿出來炫耀 要是受攻擊的人 早有防備 你這大雕蟲小技 是根本派不上用場的吧 好 啊 啊 我 不 这个精创药啊 是面上买不到的 这是洞明前辈特制的药膏 疗伤具有奇效 再加上你恢复力惊人 用不了多久 就能恢复了 我受不了了 我不够了我要走 你说什么 他根本就不是在训练我 他每天这样打我 就是在戏弄我 遥光让你经历的这些呢 的确是作为一个北斗新军 必须要经历的一切 你说 你们之前也是这样被训练的 这样被打 我现在除了睡觉 起窗就是被打 他不教我功夫 也不教我破案的技法 每天就是打打打打打 我受不了了 我要走了 台队 你就别劝我了 报答我的训练方法 什么都不教就一直在打我 就让我被蹂躏 每个加入我北斗司的人 想要得到新秀称号 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 凯阳姐姐 文曲 遥光 还有北斗司的其他人 都是这样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最慢的一个 足足用了八年时间 受得伤比你还赚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说过要走 不过话说回来 遥光可能是有点捉弄你的意思 但他也是知道情众的 他知道你有不死的异能 所以才敢这么做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跟一个小丫头叫什么劲啊 而且遥光根本就不讨厌你 只是找不到方式表达 所以看上去 他有点不知轻重吧 他和他父亲曹大将军之间 就是这样的 嗯 我发现这个丫头 越是亲近她的人 她越爱折腾 她说怎么样了 我不会把她气走了吧 要不 我给她道个歉 我明白了 闯关呢 这个武功虽然是重要 但是最最重要的 还是要考验过关人的心理素质 还有灵机应变的能力 不错 作为一个北斗寺的公园 会遇到各种奇人异事 遇到这些人这些事 光用武力是不行的 最重要的 还是要靠这里 而且你从一开始 就得遥光抱有偏见 所以才觉得他处处针对你 不行不行 不能给他道歉 我要是给他道了歉 你以后岂不是被他吃得死死的 好烦啊 什么妖怪 妖什么怪啊 看看清楚 是本少爷我 你伤得这么重啊 可不是吗 对不起 我还担心你会走呢 哼 我要是想走 会亲自来跟你道别吗 但你 我来是想告诉你 训练继续 啊 你不是有很多招吗 通通都使出来吧 我不但要做 还要做得比你更好 你现在一直在我上面 总有一天 我会爬到你上面去的 咱们走着瞧 好 先人托梦于你 那究竟说了什么呀 先人托梦给德妙 让德妙转告陛下 事关国家大事的天狱 是不会轻易降下的 还望陛下更加慎重 是要朕沐浴摘戒吗 不仅如此 还有呢 还须在大殿上见道场 祈福三天 方能降下天狱 是 魏相公 你以为如何 陛下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若上天能降天术于陛下 这说明陛下 是前所未有的明君哪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触怒上天 你 陛下 堂皇大殿乃是国家体面哪 皇皇之所 岂能由他们在此装神弄鬼 这事要是传出去陛下的颜面何存 我朝廷的颜面有何存 康相公 德妙上师是玉峰的皇室供奉 您这张口一个妖魔闭口一个鬼怪 您 您这是知皇上于何地啊 你 闭嘴 康相公 你这分明就是说皇上识人不明 浑庸无道吗你 你岂有此理 你 你一个奸妮 老夫就是豁出这锦无纱帽不要 也要取你性命 康平州 你想干什么 康平州 康平州 你这是干什么 你站住 你不得放肆 站住 不得无力 你这个奸妮 你往哪儿跑 你 你 站住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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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康平州给我抓起来 皇上 陛下 这 皇上老夫过着我 把这个齐军犯上的康平州 给朕 皇上 送回家去 走 奸妮 陛下身边有奸妮 有此奸人在陛下身边 陛下位移 老夫要清郡策 老夫要清郡策 你干什么呢 下头一跳 你可别乱动啊 这是我送给开阳姐姐的礼物 不动就不动 谁稀罕 我说你这丫头 怎么小孩子脾气啊 说生气就生气 来来来 这个送给你了 反正我也没做好 我才不要 我好心好意送给你 你怎么还不要啊 开阳姐姐 进来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没想到你的手这么巧 喜欢吗 很不错 不过 我不喜欢 太岁 男儿当至层高远 你已经是我北斗司的一员了 能否获得封号 就要看你是否能够通过考察 所以 你应该把心思用在你的公务上 勤练武艺 学习破案的能力 这样 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开阳姐姐喜欢的 是能够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吧 大英雄 谁不喜欢呢 我明白了 开阳姐姐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做到的 银光前辈 来 闻曲啊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瑶光最近在训练太岁 你也知道瑶光那脾气太不稳 你跟他比起来你算是前辈 你帮他教教太岁 要不然怕是太岁永无出世至了 放心 交给我吧 我放心 忙着呢 你 大柳 你穿得那么花枝招展的 是要干吗去啊 今天不用跟遥光练舞了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那不行 我还是要练的 最近很用功的嘛 那是啊 我总不能一直被遥光压着吧 总有一天 我要爬到他的上面去 有志气 那你就更得跟我去 我带你去的那个地方 只要通过里面的试炼 就可以提前出关 真的假的 什么地方 红 绣 招 红绣招 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不会是比 齐门遁甲更厉害的所在吧 嗯 不光厉害 还有厉害得多 真的 你等等啊 我是一定要去的 六大哥 等一会儿到了红绣招 你可得好好提点提点我呀 你放心 我去换身行头 我保证把我毕生所学 都传授给你 真的假的 红绣招 好啊 刚来京城几天就不学好 哼 看我这回不人赃便祸 何少开阳姑娘 你这东西设计得太难了 我这店里真做不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不麻烦你了 你慢走 慢走 哎 姑娘 像一路 одно 这么紧lime 就是这样我的逃避 我 could批净了 我每一天不没 寻 american 年未来的 选生可能 reason 我个人 疼 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是谁 您好 您好 我是来定做零件的 听街头的吴师傅说 你技艺高超 能够完成很多高难度的零件 所以 我没兴趣 我可以加双倍的价钱 门在那边 好走不送 好 可惜了这牧牛流马 徒有其表 伟得其神 你说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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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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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最重要的一刻啊 三夜六年 四十步 看门户毫不起眼 想不到这后院竟然别有洞天 来 你尝尝 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茶如何 敢问公子如何称获 天地者万物之印铭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你我者不过浮游 你我者不过浮游 我们又何必通报名姓呢 福身若梦 为欢几何 当歌齐歌 勇齐勇 名记所记 望其所望 否则日后回想起来 连个称呼都没有 岂不遗憾 在下懵懂 敢问姑娘方名 我叫 乔玉 山有桥木 彼得如玉 不吃不吃 不吃了 想我呗 不喜欢啊 换一个 那就吃个葡萄 葡萄我不吃 我怕酸 谢谢你啊 喝一个吗 吃一个吗 我真的不吃大姐 不好意思 不如就喝一杯啊 不喝 大姐 我这小兄弟第一次出来见世民 你们别把他吓坏了 还是个厨啊 久闻这洪秀昭歌舞无双 不知是否能来一曲 让我这小兄弟长长见识吗 那是罪 二位请稍等 貌似有史至终 孟兄都未曾看过我的草图 不需要的 乔姑娘 只要按照约定的日期 来取东西便是 孟兄终于忍不住自夸了 进朱者赤 进末者黑 那我不送了 好 好 好 小王爷 好香的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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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鸡包两个了 来 看看 来 看看 乔羽 好香 小王爷 小王爷 怎么 孟兄可是看过图纸 觉得自己做不来 来 这罐茶叶也送你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她 刚才跑得急了 所以老毛病犯了 最近天气多变 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老毛病 我这老毛病 治不好的 我认识一位前辈 他的医术十分高明 要不然 我为你引荐一番 从小到大 家中长辈 待我见过无数个名医 见得越多 失望就越大 慢慢自己也想明白了 生死有命 俘获在天 还是不要强求了 说来 我这人生平少有遗憾的 直到近日遇见你 我们在一个尘世中 生活了这么久 直到今日才相遇 真是错过了好多美好的时间 我以往之不见 知来者知可追 我倒是也想啊 可是我就要走了 为你做完这件东西 我就要回家乡了 你要离开梁京 那 孟兄还会再回来吗 相遇是缘起 相识是缘分 能否再相遇 还看我们彼此的序愿 乔姑娘又何必如此执着呢 孟兄的意思是说 缘分是天定的喽 如果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话 那我们活着该多无趣啊 既然缘分天定 那我以后要常来 我要争取和孟兄再见的缘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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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柳大官人 柳大哥 咱们赶紧走了吧 要是被防御史大人 发现我们在这里 我们俩可就全完了 淡定 招什么急啊 不想提前出师了 我当然想了 我们北斗司是干什么的 我们北斗司 当然就是 掌管天下奇人异事 查办天下奇案要案 对 那我问你 办案最重要的是什么 武功 武功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总有人武功比你高 那是什么 观察力 你要了解到别人的优点 缺点 一切底细 你才能有地方使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不去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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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阳姐姐 妖光 你怎么在这儿 快跟我去做个人证 谁在这儿 我 不曾有过放肆 谁只在我的梦中过去往事 谁只在我的梦中过去往事 如梦如幻影 如我只身若倒影 谁管我们是否只要红尘就此 谁推肯的拿上空门着着无知 如梦如幻影 如我转身离断青丝 我转身离断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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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身离断青丝